已经实现了第一步 也就是说 在我们insets页面上 我们点击这个注册 我们已经可以实现 跳转到我们的resets的页面上了 然后在这个页面上呢 我们也把它的提交的录定 都已经修改完成了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只需要怎么办了 是不是写我们的resets的方法 干嘛了 是不是在这里面 完成我们的注册操作就可以了 对吧 这个下面是完成什么 注册吧 对吧 完成注册操作 那怎么办呢 第一步 首先呢 我们在这里面 是不是得起一个resets的方法 然后紧接着在里面封装数据 封装数据 突然意识到 我们还有一个 组门是不是没写的 所以呢 在这里面 我们首先得 先创建我们的组门 然后紧接着 是不是叫我们的service 完成操作 是不是就会了 来 紧接着来做一下 来到我们的这个页面上 然后来创建一下我们的组门 那这里面都有哪些东西啊 哪些自带啊 是不是和数据库里面要保持一阵 来 数据库里面有这些 那么就来把这些都创建出来 拿过来 放到我们这里边 走 来创建 创建都有什么 第一个有什么 来 来 sitring 那么这里面 加个private啊 private 然后sitring 第一个是我们的 第一个是我们的UID 是吧 来创建一下 UID 然后第二个呢 是User Name 来User Name 第三个呢是Password 写上Password 好了 来 三个断一下 三个断一下 这里面也是三个断一下 然后紧接着是不是第二块 Name吧 来 Name 然后紧接着还有一个 Email 别写错了 刚说完别写错了 接下来是不是 Telephone Telephone OK了吧 然后再往下 是不是Burse Burse 注意一下 这个Burse是有问题的 Burse呢 我们知道数据库里面存放的是什么 四五十年存放的是什么呀 是不是Data呀 但是呢 我们第一次讲课的时候用的是什么 String String是没问题的 OK了 但是有人觉得 哎 为啥 里面是Data 我就想用Data呢 怎么办 能行不能行啊 可以 但是这里面会有一个问题啊 那我们来先写上一个Data吧 一会儿呢 有问题 我们再解决这个问题啊 来Data 那么这个叫做Burse 对吧 把它呢 放到这里面 Burse 然后紧接着 这里面是不是有Sex啊 Sex 对吧 男女 来 紧接着把这个男女写上去 Sex 字字不算 那又用字不算 然后紧接着 哎呀 String 那还需要有 是不是State 那State是一个什么值啊 硬的值 那硬的值呢 哎呀 我们在这边怎么办呢 写硬的对吧 但是呢 大家呢 在以后开发中的一般 硬的值使用的是什么玩意呢 哎 叫做 Integer OK了 那这里面叫State啊 好了 这个呢 是他 然后紧接着最后一个 是不是一个扣的啊 哎 那么接下来把扣的放上去 来 注意一下啊 那这里面 来我改一改 哎 给大家说一下 一话题 这个大家都能理解 对吧 最下面这个东西 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呢 是我们的 叫做什么 来着 是不是激活状态啊 哎 激活状态 好了 那激活状态呢 我可以这样写 如果值为1 那算激活 OK了 那值为0 算未激活 可以理解吗 啊 那么一般呢 我们注册一个用户 状态都是几啊 刚注册是不是都是0 那既然都是0 那我不需要设了 我给他设个默认值 行不行 可以吧 设个默认值 那所有的账户 是不是就不用给他设计 这个玩意儿了 就默认的就是0了 OK了吗 好了 那其他的扣的 没问题 对吧 然后几句了 哎 生成一下 给他散散吧 来 给他散散 好了 紧接的呢 再生成一下 其他的方法 目前用不上 对吧 用不上 那我就不用管他了 先用这几个 没用了 来 好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可以玩一下了 啊 来 我加上 这是我们的用户 实体 来 做一下吧 那接下来在我们的 User 里面呢 我们需要写 ray件的方法 OK了 来 ray件的方法 那封装数据 那第一步 这里面得首先得 new出来 new出来谁 user吧 来 user 等于new user new一个user 他 user 刚刚紧接的调用的service 那么service就是 service user service 对吧 注意啊 现在new的service是啥呀 是不是接口 new的service是一个接口啊 然后紧接的 这里面我们写个s 然后等于new一个 new一个啥呀 new的service的什么类 实现类吧 对吧 啊 好了 咋的了 没实现吗 这里面没实现 是吧 还有我说的 implements user service 好了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对吧 不能不实现是吧 然后紧接的来再回来 现在跟着做啊 因为这里面的好多service好多service 还有我们serta也好多了 ok了啊 来 紧接的呢 先 创建service 然后呢紧接的完成注册的就是s.reject的方法 对吧 然后这里面写上谁呀 user用户是不是就可以了 ok了吧 然后紧接的这里面 是不是没这个方法 来 创建这个方法 创建了吧 那这里面呢 哎 我们呢 知道它里面的一般的都要抛异常 抛异常会抛异常的 调用DAO是不是会抛异常 那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怎么办 我throw提前throw一个 ok了吗 要不能一会还得改 得了 一会改吧 这样写的话大家知道不理解是吧 那接下来这上面已经有这个service方法了啊 那紧接的service 这个service时间内是不是得冲写啊 来 冲写这个方法 走 冲写 然后紧接的这里面需要干嘛 来 需要在这边 怎么办 是不是要用我们的 DAO 那这里面有DAO吗 没有DAO 没有DAO 怎么办 得拗一个是吧 它U字DAO 来 出来 然后DAO 然后等于 拗一个 U字DAO 实现类 也没做实践是吧 来进去 implements U字DAO 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啊 明天的时候呢 我们要做一个DAO和 ok了 那后面呢 我们还要做一个动态代理 动态代理必须有接口吧 所以呢 必须用这个啊 好了 以后呢我们都是面向接口的编程啊 啊 这个呢就做完了 然后紧急的来 到到我们的U的Service inPlayer里面 那这里面呢 需要完成我们的用户注的操作 那就是DAO 那这是不是添加用户啊 就算爱的就可以了 爱的爱的啥呀 U的 ok了吧 是吧 来爱的U的 那么创建一下这个方法 创建一下 然后紧急的需要在我们的DAO里边 是不是也创建一下 实现一下吧 实现 然后来做一下吧 那这是天天用户 这个大家应该没问题是吧 你有一个 query runner 这他 source u tos 点 盖他 这他source 返回一个 k玩 然后 然后 source tring sour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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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sert int 对吧 int int 什么呀 是不是呢 我们的U代表 然后加一个 y6次 当然大家呢 可以先写上那些字段 对吧 在这呢 我就直接写个y6次了 y6次 然后呢 破湖 对吧 然后这里面有几个 那么来拿过来 是不是这个 来都拿过来 放到我们的这里边 就可以了 看有几个啊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五个 六个 七个 八个 九个 十个 是吧 来十个 整十个 一个 两个 一个 两个 够了吗 然后警戒 用什么 kor.update 对吧 update 那这里面 需要写我们的 sircle 来 sircle 然后paramns 就是user.get uid d user.get user.net name 优得点 盖他 password 优得点 盖他 name 优得点盖他 优得点盖他email 优得点盖他 telephone 优得点盖他 birthday 优得点盖他 再次 优得点盖他 state 优得点盖他 扣的 是不是这样子啊 来 紧接着这里面 是不是抛一场了 但是大家就知道 抛一场 子类能抛出 比肺价类 更大的一场吗 不能 所以怎么办 所以需要在这上面添加异常 所以以后我们在这里面一般都有一个异常 Source 什么 一个ception 那这里面既然要抛了 那里面是不是还需要抛 Source是不是也需要抛 抛 时间内 抛了那么具体的 什么里面也得抛吧 找到了 找到这个 抛一下 没问题了吧 那这里面是不是也有异常了 那这里面有异常怎么办 你可以踹也可以抛 为啥可以抛啊 因为我们在被子里面是不是统一处理了 可以吧 所以在这里面我可以选择踹也可以选择抛 那就抛吧 可以吧 好了 那抛完了 注意啊 那这里面注意 这里面呢 我们你有一个User User呢 并没有封装数据吧 接下来是不是就需要封装数据了 来看看封装数据用的什么来着 并 Utios是吧 并Utios 然后点 HopioLate的方法 然后呢 把我们的User传进去 Request点 Guy的ParameterMap传进去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但是在这传完以后呢 注意这里面 1.1需要设置什么 设置用户ID 可以吧 然后再来 1.2需要 设置激活码 是不是这两件事情啊 来设置用户ID 怎么设置啊 U.sit吧 赛的什么呀 U.id是U.id是吧 U.u.id Utios 然后点 Guy的ID 甚至激活码 U的点 赛的U.id 然后激活码 随机的 OK了吧 U.u.id Utios 然后点 Guy的一个code 可以吧 在这扣的 说出来是那么的顺其自然 是吧 OK了吧 然后紧接着是不是就可以注册了 注册 但是呢 在这里面呢 我之前给大家说过一句话 这里面需要干嘛 发送激活邮件 对吧 那这里面呢 我们来看到这里边 我在这里面要发送激活邮件了 在这里面要发送激活邮件 那在这里面我先写上去 我先不发送 我们先看能不能注册成功 OK了吧 先看能不能行啊 能行了 我们再发送邮件 好了 这个事情呢 我先掉一边啊 那现在呢 我们的注册是不是就做完了 那好使保使啊 来 看一下好使保使呗 行不行 但愿好使吧 来 走一下 大家呢 会发现这里面已经 挺多的累了 是吧 挺多累 跳的时候有点晕了 是吧 所以大家呢 必须按照这个 一步步来啊 别 别跳啊 思路别跳啊 跟着我 然后你要来 刷新一下页面 在这里面 我们输一个 AA 然后呢 别AA了 那就行吧 123 123 然后email 123 at stop .com 新名 来 新名叫 你好吧 你好 OK了 你好AA 因为我们也测试中文嘛 对吧 来 日期 这里面有问题啊 日期走 选择一个日期 找点注册 走 看页面 不好意思 我们就来努力请求 是不是有问题啊 那哪块问题啊 来看着 第一个问题 这里面有一个 invocation 穿给他 这个 来看一下 如果出现问题了 看哪块认识 就找哪块 是不是这块认识啊 找他 是不是要用我们这个出问题了 那这个体验不出来 那继续往下找 是不是在这里面还有一个 encoding 这里面编码 编码呢 这个也没有什么 来继续往下找 看着这里面有个 conversion 这个 coseby 是不是有个错误的导致原因啊 什么导致的 data conversion doesn't support defor 什么意思啊 来您说吧 其实就是一句话 不支持 string 到data的转换 因为呢 我们知道 我们在这个上面 前面写的 说前面写了一个日期啊 但是呢 我们要封装成数据的时候 封装成什么呀 data data类型 data类型到辞职眼看啊 没有封装成功 哪里的问题啊 其实呢是在我们封装数据的时候 来 找到我们的user severlet 在这里面是不是封装数据啊 封装数据的时候呢 这里面出现的问题 ok了吧 你前台过来的数据 有一个 自幅串 要转成数据 要转成日期 我转不成功 所以报了一个错误 ok了吧 啊 那怎么办呢 来注意 那这里面呢 注意啊 封装数据的时候 然后报了一个错误 因为是因为 自幅串 转成 转成什么 时间 类型的时候 出现了错误 那就是实际上是我们的 bing youtube 没有做处理 不支持 不支持这个 字幅串 转时间 其他的大家呢 会发现都没问题 比方说 哎 我们的 什么东西啊 比方说我们的 这个 呃 字幅串 转成字幅串 还有数字转成字幅串 是不是都没问题 哎 这才都没问题 关键是这个 怎么做 那这里面呢 就需要我们的注意 出现此问题呢 就需要我们的 自定义转换期了 解决方案 解决方案 自定义转换期 那怎么做呢 哎 注意 那这里面 哎 所有的 转换的时候 他都有一个转换期 看到吗 通话的都有转换期 OK了 啊 都有一个 那么我们只需要怎么办 只需要编写一个 转换期就可以了 那怎么编写啊 来 他的步骤 第一步 第一步 咱们创建一个类 编写一个类 那这个类呢 需要实现一个接口 叫做接口 叫做孔外的接口 孔外的 好像这样写吧 少个东西 好像来 孔外的接口 来 先这么写一下啊 当机 你觉得 你要编写一个类 实现接口 那肯定要干嘛 实现方法吧 哎 实现方法 那实现方法 这里面只有一个方法 叫做孔外的方法 OK了吧 那空的方法呢 里面有两个参数 一个参数呢 是你要转换成的类型 另一个是你接受过来的值 所以呢 这里面 有一个 啊 转换的类型 来吧 哎 转换成的类型啊 然后一个呢 是前台传进来的值 从前台页面 OK了吧 第三步 你虽然编写了这个转换器 但是你得告诉我们的 bing YouTube 你使用转换器的时候 如果遇到时间类型 和字符上转换的时候 请使用我自己的转换器 不要使用自己的了 OK了吧 那这里面叫做 还需要注册 注册转换器 在哪里 注册呢 在封装数据之前 注册 那么怎么做 怎么做呢 这里面有个工具类 叫做 convert utils 然后.reject 就可以了 就可以完成了 OK了吧 接下来这里面有参数 我们先看看 到底是不是 来先编写这么一个类吧 来看着 在这边呢 我们需要编写 自定义的一个转换器 所以呢 在这边 我再创建一个包 叫做convert myconvert 来做一下 那么这里面写一个 来做一下 那么这里面写一个myconvert 来做一下 它有实现一个接口 那这个接口呢叫做convert接口 来看有没有 con有吗 有吧 就这个接口 然后finite是一样 那叫重新里面的方法 看到这里面方法了吧 是不是两个 来姐姐我给他说一下啊 这里面就刚才已经给他说了 第一个class是干嘛的 要转换成的类型 然后第二个object对吧 object是页面上传入的值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要完成的操作 就是将什么 将将什么 object干嘛 转成什么类型 你不是要封装数据吗 是不是需要封装数据 页面团入的是字符串 字符串你要转成 u在里面的什么 data类型吧 所以我们就要将object 转成什么 data就可以了 最后reign呢 就是你要付给我们u在的值 那怎么转啊 改一下 怎么转啊 怎么转啊 是不是转成data 怎么转啊 怎么转啊 你用一个 data format 对吧 对吧 还这里面传入一个 yyyy 杠 mm 杠 滴滴 这个呢是sdf 有了 然后解析了 sdf怎么办 点 pass是用来解析的 解析谁啊 value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value呢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值 哦 我叫它怎么办 就转成一个data了 转成一个data了 好了 接下来怎么办 需要干嘛 将谁返回啊 return return都不会写了 可以了吗 如果有异常让它反过一个空可以了吧 哎这个就是不是将它转换了 ok了吧 可以了吗 啊 就是这几部啊 哎刚才也给大家写了 哎这里边 这里面自定义转换器完成了 然后紧急的需要在哪里啊 封装数据之前对吧 需要干嘛 这里面怎么办 注册是吧 哎注册自定义的转换器 怎么注册啊 有个convert youtube来出来 有吗 点recess 然后这里面需要两个 第一个要干嘛 你有一个my convert的对象 是不是用自己的 转换什么类型啊 data 点class ok了吧 啊 来 姐姐来写一下啊 在这里面 希望大家会发现 还是用自顾证是不是爽啊 来在这边做一下啊 我写上去 那这里面需要的参注 你有一个是不是自定义的转换器 这个是啥呀 要转换的类型对吧 哎就可以了啊 好了 那接下来那靠好使宝使啊 来怎么办 来怎么办是不是再写一个 重启了吗 106106106重启了对吧 来接下来写个AA密码123123 走 用户注册已成功 提取邮箱机 对吧 来接下来看 数据库里面有没有 刷 有了吗 来 用户ID username password 你好 email pilever pilever 一边上没有 那就不用管了 再个字 类的 是不是都有 是不是都有 好了 那这个用户注册就完成了 这个没问题吧 来 我把它散